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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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鳳仔 W 你好 今天老友大聚會 難得出席這個平凡不平凡的李小龍展 我想在 七八年之前就是武藝人生李小龍 今天就來一個 有一個新的設計 和一些新的展品 我們作為龍迷當然要第一時間 進來看看 今天有沒有發面特別的東西 當然有 這個展品 我是第一次見的 龍哥有一部電影 在家和對文 叫細房 有很多劇照 但這裡有一個護門 和腰帶都展示出來 是我第一次見的 我剛才對很久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十成十是真的 是嗎 對回那些距離 各樣性 大家看看 這把刀有沒有拍過 這個也沒有拍過 但你對回這個 這張照片裡的腰帶和護腕 都是真的 有的 你自己呢 有沒有什麼特別深刻 很坦白說 我都是見到這個 我覺得是驚訝的 因為很多展品 他之前都有放過出來 不過陳設不同了 現在還在找馬富強的電腦動畫 但一看到這個 我也有點驚訝 而且我覺得 最有趣 今次多了一些互動元素 譬如我們拍戲時 有些叫Story Board 即是一個構圖 即是預先去選定 究竟正式拍攝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擺位 如果陳平時展覽 一般一張Story Board 就展給你看 今次是首次展出 這個龍珍虎鬥的Story Board之外 它還用了一個 互動和模型的形式 即是大家一直在看 Story Board 你只要用一隻手搓 你會真的看到 當時拍戲的那段片段 和現在 將模型的實景 搭載給你看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其實你說展覽用模型 去呈現以前的場景 但是他再投射那個片 用來配合模型 我覺得是第一次見 是的 這也是小見 還有有一張 就是Linda 和龍哥 那封通訊的一封信 那封信裡面 就是首次在香港展覽 裡面最重要就是 阿龍哥其實都很顧家 因為他一收到 過林是個片囚 第一時間就問老婆 你收到一張帳了嗎 哈哈哈哈 這樣說 也看回歷史 當年他都 其實相當窮困 在那段日子 是呀 這個是甘露來的 他認為是 收到一張帳 都解核而未知急 我們繼續去看展覽 好 謝謝你 不要這樣說